1949年4月23号 伴随百万熊师横渡长江的胜利凯歌 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 吹响了骑航的号角 从白手起家到维甘林立 从有海无防到走向深蓝 进入新时代 人民海军更是大胆创新 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 充分解放和发展新制战斗力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以两期特别节目 带您领略人民海军今日雄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最关心的新航母动态 2024年年初 新闻公布了海军福建舰的最新画面 电磁弹射装置上的施工棚已经拆除 三条弹射轨道清晰可见 飞行甲板后部 还有一架全尺寸折叠机翼的舰载机模型 2月初 福建舰侧面全身罩公布 舰岛顶端的一体化围杆清晰可见 福建舰是我国的第三艘航母 也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 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目前福建舰正在开展西博试验 后续将按计划稳步推进建设项目 刚才短片展示了我国第三艘航母 福建舰的最新动态 目前福建舰正在进行矽博试验 很快将会展开海誓 那么首先我们请梁芳老师给我们来讲讲 矽博试验 它具体的项目内容有哪些 我们都知道航母在交付海军使用的时候 它主要要进行一系列的试验 那么其中有三个非常重要 一个就是动力试验 第二就是矽博试验 再一个就是海誓 那么当前福建舰航母 它正在进行的就是矽博试验 那么矽博试验 就是我们现在把上面的 所有的这个系统都已经安装完毕了 我们要在岸上进行一系列的试验 那么这个试验 它里面包括内容很多 比如说动力 电力 包括这个通信等等 都要进行试验 那么这里面的很多试验 实际上是我们看不到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装备 什么都要等到海誓的时候才能进行 那么除此之外 福建舰航母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特殊的地方 就是电磁弹射系统的 这个静载实验 航母处于一个静态的状态 来进行这种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 我们主要是实验什么 实验就是电磁弹射的 它这个轨道 所以这个阶段 它主要是用着小红车来带电 我们不能拿静载机去实验 那么这些实验 我们说都完成了之后 我们才能进到下一步 就是这个海誓 好 这就是系国实验 刚才梁老师也说了 系国实验它是为海誓做准备的 那么林老师 海誓我们会测试哪些科目 不同的舰艇 不同的吨位 甚至新型舰艇和我们讲的成熟舰艇 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那一般的小船 成熟的船 海誓就很短 那么如果是新研制的 那么它就比较长 最主要的项目呢 我们说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个是我们讲的 常规的航海性能实验 比方说最大航速 全舰的全攻略工作 那么最大航速 急速这些东西都要在海上试验 还有比方说悬回 还有惯性等等这些东西 你只有通过航行 才能把它试出来 甚至有些通信设备 你只有拉到一定远的距离上 你才能检测出它的性能好坏 那么这种呢 我们就称为通常的一般性的航海 共同的这种试验项目 除此之外呢 还有军舰的共同试验项目 比方说武器使用 像航母呢 它最主要的是这样子 比方说我们的自卫武器 进防武器 进防导弹 这个呢 只能到海事阶段 在合适的靶场进行实验 那么对于航母 就像刚才梁老师讲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舰载机的起降 一般的说降落 其他的航母 我们讲辽宁舰也好 山东舰也好 降落对于我军来讲并不陌生 但是特别新颖的 对于我们来讲 是个新的科目的 就是我们刚才梁老师讲的 电磁弹射器的弹射 对于航母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舰载机的起降 刚才我们聊的是 大家比较关心的福建舰航母 另外现在呢 网友也非常关注 这个福建舰之外的是 中国下一代航母 会采用什么样的动力装置 那么这其实就涉及到 这个核动力和常规动力的区别 梁老师来帮我们讲一下 这个常规动力和核动力航母 它们在具体使用上面 有哪些区别 这个我们说这个核动力 跟这个常规动力和航母 它的这个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第一个呢 就是核动力 它有无限的续航能力 核反应堆的堆析 跟它的这个舰铃的 这个寿命几乎是一样的 都能复养到五六十年 所以说它这个时间非常的长 就是无限的续航能力 第二个呢 就是极大的减小了 这个舰岛的这个面积 我们都知道 这个舰岛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在这个航母上 如果你舰岛越小 那么航母 它上面的这个平台就越大 我们知道航母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主要的作战能力呢 主要是靠上面搭载的 舰岛航空兵 那么你的平台越大 腾出的空间越大 那么你将来停靠的这个战机 不管是有人的还是无人的 甚至你整个在甲板上 进行这种调试 或者是调动 都是非常方便 而且是搭载了很多舰机的话 你的这个战斗力 将会大幅提升 还有呢 核动力航母有没有问题 我们说也有 比如说它是三高一长 它的成本高 维修高 技术水平高 它这个建造时期非常长 所以我们讲呢 就是核动力航母 和这个常规动力航母 从总体来看呢 它各有优长 那么未来我们发展 是不是有核动力航母 我觉得也是根据 我们未来国家的战略需要 和我们海军的整体的 综合实力的需求 是相一致的 好 所以尽管网上 对核动力航母的呼声 一直持续不断 但实际上呢 我们说核动力航母 和常规动力航母呢 它是各有所长 真正适合人民海军需求的 才是正确的选择 除了下一代航母的 动力选择之外呢 大家最关心的 另外一个话题呢 可能就是下一代舰载机 毕竟舰载机呢 才是航母真正的战力所在 那么近期 有哪些关于舰载机的 最新消息呢 我们来看看短片 目前 殲-15系列是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的绝对主力 在人民海军成立74周年官方宣传片《蛟龙行动》中 人们惊喜地发现 山东舰的甲板上错落有序地摆满了21架殲-15 殲-15是双发重型舰载战斗机 但得益于它所采用的中央生力体构型和三异面布局所带来的额外生力 殲-15的拙舰速度甚至比一些轻得多的中型舰载战斗机还要低 作为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功率双发重型舰载机 殲-15具有作战半径大载弹量多的特点 可以携带空空导弹空地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一系列武器 具有全天候全时段的作战能力 凭借着生力方面的优势 殲-15能在必要时及时复飞 这对于常常被形容为在刀尖上跳舞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来说 意味着更高的安全性 在近年来的海军宣传片中 还以彩蛋形式出现了疑似是新一代隐身舰载机的身影 第一次飞 到 今天是你的新任务 新挑战 祝你愿望的任务 是 好 刚才短片盘点了人民海军舰载机方面的最新消息 现如今殲-15已经成为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的绝对主力 那我们的飞沙战斗力究竟如何呢 叶强老师 从平台本身来说 尖尸武器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重型的先进的空中优势战斗机的 以这样一个平台为主发展出现 同时由于它本身有非常好的空中的这种空中性 那么它可以带很多的外挂 有很大的那个一载核的负余度 这样呢可以携带大量的其他武器 比如反舰导弹 对击攻击舰导弹 甚至可以带大量的其他的激光制导弹等等等等 可以突击各种各样的目标 既可以夺取空中的制空权 也可以随行对海对陆的打执任务 而且未来它还可以有很大的余据 改成电子对抗击 这样可以更有效的在信息化时代的情况下呢 夺取制海制空权 我们知道近年来 中国的海防行事日趋的复杂 周边的态势更加的紧张 因此呢 对于新型战机的需求也是愈发的强烈 那么新型隐身舰导机可能会具备哪些能力呢 它又会对人民海军新制战斗力的提升 带来哪些帮助呢 梁老师您这么分析 这个新型的舰导战斗机啊 实际上它可能有一些新的特点 你比如说第一个呢 它有这个高机动性 第二个呢 就是它隐身性能非常好 比如材料隐身啊 包括外形隐身 那么使得它的这个雷达反射面非常小了 这个对于我们未来对陆攻击 空中打击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梁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航母以及航母舰导机的相关情况啊 说完了这个话题呢 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在航母编队当中 担任带刀室备的驱护舰 首先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驱逐舰方面的调戏 我们来关注一下 2023年4月 人民海军咸阳舰首次亮相 截篮启航 外出执行任务 至此人民海军已有8艘055型驱逐舰官宣服役 055型驱逐舰是目前世界上综合性能最强的驱逐舰之一 不仅配备有当代大型驱逐舰标配的四面镇大型有源相控镇雷达 上百单元的垂发系统还在某些领域更进一步 例如它的一体化围杆看上去十分简洁 显示了在电子站和信息站领域的深厚积累 得益于中国舰用动力技术的长足发展 055型舰跨过了万吨的门槛 澎湃的动力不仅能让它驰骋大洋 更可以为之后改装对能耗要求更高的新装备留足空间 在055大区上垂直发射系统不仅数量多而且尺寸更大 能够兼容现在和今后出现的众多类型的导弹武器 撑起空天防御伞锻造远程打击铁拳 让克敌制胜维护和平的誓言更有底气 055大区密集入列的同时 052D驱逐舰并未果足不前 而是以全面加强性能的改进版本继续批量建造 改进型的052D驱逐舰配备了采用新工艺 新原舰制造的有源向空阵雷达 强化了对低可探测性目标的侦测能力 改进完善了航空支援设施 优化了作战指挥系统 在保留了基本远程防空 反舰及区域反潜能力的同时 进一步扩展了远程对地攻击 海基反导和超远程反舰能力 好 刚才短片盘点了近年来 人民海军驱逐舰部队两个重要的型号 首先是这几年平凡战局新闻头条的055大区 那么聚集八大金刚对人民海军的战力来说 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055大型驱逐舰 它本身具有非常大的排水量 超过了万吨 这样更适合于远海远洋活动 对于整个人民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 毫无疑问有极大的促进 再有它有强大的火力 强大的通信能力 这种综合作战能力 对单独作战非常有好处 这一点可以说 它可以起到一个一般水面舰艇 我们讲常规作战水面舰艇 编队的核心的任务 再有一个我们大家经常看到 有人说它是带刀护卫 太贬低它了 实际上它的功能 可以在编队里头 担付指挥舰的任务 甚至在不适合于航母 过分抵近的区域里头 它可以潜出 引导指挥航空兵的作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的出现 对于我们整个海军的作战能力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因为我们看到 它不仅可以跟航母编队一块行动 它可以单独行动 就是单独在组成水面舰艇编队 带着若干索的 出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从这一上到 尽管它只有八艘 它很可能就是八个战斗群 由此它为何行成 很显然 极其八大金刚呢 并不是055大区发展的尽头 那么未来055大区进步发展 会具备哪些新的特点 我觉得这个似乎这个055 每一次这个改进啊 这个全国人民都抱有很大的希望 都希望它有更多的这种进步 包括像全电推进啊 电磁炮 激光武器等等 但是我觉得目前啊 现实来讲 都上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这是广大网民的 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是呢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我们的055啊 整体的装备水平 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 那么是不是都装上 我觉得要根据我们国家的 这个现实需求 包括我们的技术 包括我们的站位等等各方面需求 我觉得如果不装这些装备 我们提升了现在的 战场的态势感知 包括我们的电子站 包括我们的指挥控制系统等等 就仅仅这些 已经是具有重大的意义了 我们看到在055这个大区 密集入列的同时呢 像052D驱逐舰呢 飞弹没有停止建造 反而开启了新一轮的下饺子 我们说改进型的052D呢 增加了舰体长度 那么这种改进型的052D 和之前型号相比 它有哪些改进 我们看我们的军舰的改进呢 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舱面上的变化 其实舱面上的变化 一般都是要比较大的改进 才能够实现 比方说舰载导弹 舰载发射机的数量 甚至我们就像您刚才讲了 舰体加弹了以后 它的停机平台 这些是能够看得到的 但真的很多看不到的 在它的电子设备上面 就比方说舰空真理雷达的改进 还有一些通信设备的改进 还有我们讲的 就是侦察控制火控系统的改进 这些综合方面呢 都会极大的提高它的武器性能 除此之外 还有它的反舰导弹也好 它的对空导弹也好 它里面引导头的细微变化 制造方式的细微变化 是从外界的感是看不出来的 但这种改进 也同样能够极大提高它的作战能力 特别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就我们讲驱逐舰的 加板加大之后 可以更便于起降 更大型的舰导直升机 像我们Z20 甚至更先进的反舰直升机 都可以降落在上面 那么随之相应变化的 可能一般人看不到的 它的起降设备的 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这些细微的改进 恰恰能够很大程度上 提高这条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好 说完了驱逐舰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惠舰 我们知道之前054A型惠舰 生产的比较多 那么现在海军新一代的惠舰 又即将出现了 我们来看看本片 打击目标 腰动动腰拼 对海长组队三军 主砲追 打击目标 腰动动腰拼 加油 054A型护卫舰 是当前人民海军 护卫舰编队的主力型号 除担负中近海中城区域防空和返潜任务之外 自2009年第二批亚丁湾护航编队起 054A在过去十余年的 40多批亚丁湾护航编队中 几乎打满全场 展示出成熟可靠的远洋作战能力 今天054A型护卫舰 已服役30艘 彻底扭转了人民海军 在中城区域防空和反潜作战方面的 部族和短板 还衍生出了出口到巴基斯坦的054A型护卫舰 诸位杆顶部的雷达升级为一部有源相控阵雷达 机库上方增加一部拟波远程对空警戒雷达 2023年9月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孝 在回应中国海军新型护卫舰 在上海下水的消息时表示 中国海军按照有关计划 发展主战舰艇等装备 是着眼国家安全需要 和海军建设发展全局 做出的正常安排 这样做的目的是捍卫国家的主权 安全发展力 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不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刚才短片当中谈到 去年9月份国防部新发言人吴谦大孝回应 中国海军新型护卫舰在上海下水新闻 这引发了广大军民爱好者的关注 那么如何解读新一代护卫舰和054A相比 它会有哪些提升呢 我们来请李老师分析一下 这个跟我们刚才谈到的驱逐舰的改进 有非常大的类同的地方 从基本形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它动力也好 它的整体现行也好 感觉变化不大 但实际上重点就在它的内部 我们讲更主要的就是比方它的导弹 对空导弹改进了以后 它的命动方式 它的命动精度 甚至它的攻击距离都可能大幅就增加 还有反舰导弹 加装了比方超元素反舰导弹 这可以极大幅度的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 特别是它的突防能力 这对于整个海上作战 它会有很大提高 我们看到它在航母编队中 它是个护卫 但是经常它会单独随行海上打击敌方舰艇编队 甚至对岸攻击这样的作战任务 它是个多面手 所以它的作战能力提高 并不仅仅是满足航母作战群的作战需要 而它有更广泛的作战性的任务 所以说这型护卫舰的改进 它并不仅仅就是为了某一个作战任务 而是要能够更好地承担多样化的这样的作战行动 包括反舰反潜对空 为航母提供护航 简而言之 新一代护卫舰的各种改进 是为了适应新时代 我们远扬护卫任务的需要 和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新航母 新型舰载机 以及新一代驱逐舰一样 它们都是为了人民海军航向深蓝 向海图强的坚定决心而诞生的 好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 明天的节目我们会聚焦人民海军 近年来在两栖作战 反潜作战领域的新装备 新战力 也将讨论一下 正在席卷全球的海军装备 无人化的浪潮 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